新樓盤 近年很多新樓盤,單位面積都很小 好像這個單位,減了露台的面積 室內的面積就剩下335平方呎 究竟怎樣可以令小單位看下去,感覺沒那麼焗促 又有設計風格 現在一般新樓,一房一廳的間隔都已經原有 假如你一對人住,一房一廳都需要一間房 所以在改動上,沒有很大的變化 我們就可能用好像這次一樣 可以用一些顏色、配襯,令空間更豐富 不需要拆掉牆,很大的改動都可以令設計出來 一隻門口,你見到我左右兩邊就有兩隻顏色 好像我右邊這邊,就用了一隻Earth Tone的綠色和灰色 就由我右邊伸延到左邊,去到門口 之後去到我這個電視背後面 都是做了一隻Earth Tone和灰色的配襯 利用這個顏色,我們想帶它出來有一個包屋的感覺 令到家屋不會那麼單調 因為空間假如放了很多裝飾品,其實會令它變小了 我們就利用了這兩隻顏色 連同喜歡的傢俬和我們找了一些傢俬去配襯 令到這兩件事放在一起,不會有壓迫感 地板換了同色系的木紋磚,令全都的顏色更加和諧 在客廳旁邊的Open Kitchen,原來暗中做了擴建工程 原則這個位置是原有的發展商做好的儲櫃 由於你看到都是一個升盤和這邊的爐桌 其實我的工作的位置不夠 我們就因應這樣做了同一個顏色的桌面 就好像原先已經做到這樣,加多這個位置 另外就是客人想有一個多斯羅和紅酒櫃 我們就因應它的需要,就預料了這兩個位置給它 還有我們就再做了一個work talk給它 當這個洗碗、煮東西這個位置都不夠 它也可以拉出這個位置給它做 下面都增設了一個抽櫃,可以擠東西和一個塵板 在一個原本不太足夠空間的位置 都可以令到它有多些的儲物空間和工作空間 給它用 而整間屋大部份的儲物空間其實是在睡房 除了分兩層的衣櫃 睡床和衣櫃之間有儲物地台 睡床下面亦分別有櫃桶和地台 但全家房最有趣的地方,其實是這裏 另外後面這個位置,你看到三種顏色 其實我們就想呼應外面做的感覺 這樣做一個幾何圖影 就由這邊伸延在工作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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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